为庆祝113年儿童节 彰化县政府结合各局处合作举办儿童节庆祝活动 31日上午活动重头戏 彰化英阿好幸福2024恐龙西游记 现场涌入3000多名亲子齐聚路港镇立体育场 县长王惠美与恐龙宝宝一起与大朋友小朋友 共同提前欢庆儿童节 节节即将来临 今天彰化县政府在我们鹿港体育场 来举办2024恐龙西游记 这是我们这一次的主题活动 那活动现场我们呢 做了非常多跟儿童权力公约 那以及呢我们的儿童安全相关的一个这个宣导 就是希望孩子们能够快乐平安健康的来成长 那这边特别谢谢我们的系列活动 我们公所提供这个活动这样的一个场地 那特别谢谢我们县政府从教育处文化局 还有社会处集结了 我们总共有十几个这样的一个活动 那今天下午也是我们第四场的儿童剧 绘制在花坛国中 那后面的每个礼拜都有两个场次的儿童剧 欢迎大朋友带着小朋友 一起来参加一起来集张 一起来换取我们好的一个这个礼物 那在这边再次的谢谢 所有家长们对于儿童的相关的一个这个重视跟教育 那县政府也择无旁贷 目前我们总共有规划了28个场的这个公办民营的托婴中心 以及18个场的这个育儿馆 亲子馆 也欢迎我们大朋友带着小朋友有空多来走一走 那青年朋友不用担心 有对象快点看日子 没对象快点找对象 我们未来在我们的这个育婴中心 送到我们公办民营育婴中心一个月 我们也只需要负担1500块钱 所以不会造成青年朋友的负担 希望大家多子多孙多福气多生几个 一起来解决我们政府的少子化问题 活动的主题是孔雯夕有记 相信这个活动由我们政府团队来规划 也有一系列的活动的一个船官 那能够带来给我们大朋友小朋友 有个亲子和乐的一个船官的活动 来来来 小狗们在前面 在前面站下来 小狗们在前面站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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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径来出发 好 交通安全大挑战开始 是的 我们要跟着我们的路径 然后呢 到达我们该停的地方就要停下来 左右看一看喔 好 哇 我们的县堂姐姐带着我们的小朋友 一路径团的喔 要转好 要转好 要转弯 太棒了 好 再转弯 转弯 好 可以绑出去 彰化人彰化是新闻记者林明佑采访报导 在后面 blessed 可以充足 而且他们都能看见 那些团体 battling 是我们下年 他不太吃了 我说下年 但当然 我们下年 我们下年